哈喽 大家好 欢迎再次光临音乐小课堂 但是今天主讲人就不是我了 我邀请到我的好朋友 这个著名的打击乐演奏家 王岳老师 王岳老师今天想给我们各位朋友 讲一些什么呢 关于打击乐的 我想打击乐呢 大家也都不陌生 尤其是你更熟悉了 所以我今天想讲一讲打击乐 在与音乐中的个性与共性 我可能用一个原始的乐器 非洲谷彰显打击乐的个性 待会可能还想来一段键盘乐 那么这个段是有旋律有和声 那么同样也是在表达一种思念 表达一种爱的一种曲子 所以我想这个可能又是跟 音乐共性的一个表示 基本上这就是我想表达两个 那我们都迫不及待了 请您开始您的讲解 同学们好 我是来自中国爱乐乐团的演奏员王岳 我今天想跟你聊一聊打击乐的两个特点 它分别是打击乐的个性 还有打击乐的共性 那么据你们所知 打击乐是一个种类非常非常多的门类 不仅有琴有鼓有键盘有小打等等等等 而且它应用在各式各样的音乐 比如在交响乐团 我们用到的更多的是交响乐队的那些乐器 而在流行乐队里我们用到的是架子鼓等等等等 那么到底什么是打击乐的个性呢 我认为打击乐的个性就是像我们人的心脏 当你觉得稳定的时候它就会非常的慢 当你觉得兴奋的时候也许就是 非常的快 而打击乐区别于管乐弦乐更重要的特点呢 毫无疑问 它的演奏法代表了它的速度和力量 会远远的胜于也许是弦乐也许是管乐 那么我认为在打击乐的个性里 所以我们就可以总结几个字了 第一是心跳呼吸还有就是力量速度 当然我们离不开的还有快乐自由 那么现在呢我就想给你演示一个能够很好的代表 打击乐的这个个性的曲子 它来自于西非的一个传统古乐名叫朱丽 唱歌曲 哎呀 哎呀 行 あ 啊 Sicco La Ico Wa wa go Sicco La Ico Wa wa go Sicco La Ico 好了 那我们聊完了打击乐的个性以后 我们再聊一聊打击乐的共性吧 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乐器 我们其实离不开的都是 那音乐的几大要素 节奏 旋律 和声 音色 当然还有结构 那你可以说 那鼓 打击乐也有旋律 也有和声 也是这样吗 当然了 打击乐不单单是有力量 速度的这种代表 同样它还有 可以表现非常好丰富音乐的乐器和曲目 比如说这台乐器 那么我现在给你介绍的这台乐器呢 发明于20世纪初的美国 它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台像钢琴一样的琴 那么它其实的名字叫 Vibraphone 颤音琴 什么叫颤音琴呢 其实它秘诀在里面有一个电风扇 当我敲动这个开关的时候 它的电风扇一转的话 我们的音乐就已经转起来了 所以就像你知道的一样 除了打击乐有自己的个性 有鲜明的节奏 代表了快乐 代表了也许是力量速度以外 其实打击乐同样可以通过这个乐器 表现出细腻的感觉 而我下面要代表的这个演奏的这个曲子呢 其实就可以代表我的说法 这个曲子的名字叫做怀念 那么它是属于爵士乐的一种 大家都了解爵士乐呢 可能相对来说听上去很自由 那么很自由的音乐就代表的没有拍子吗 当然不是了 恰恰相反 需要你内心有非常好的律动 和对于语言的把握 那么音乐是什么呀 音乐就是语言呀 所以我们现在就为大家分享这首 怀念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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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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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